高雄捷運黃線延伸前鎮渝港規劃評估報告出爐 連同輕軌一共有三個方案 不過都因為效益不足不符計畫提報門檻 高市捷運局特別指出短中期將先以公車替代 我們評估三種方案 一個是捷運黃線的地下延伸 然後再來就是輕軌平面式的延伸 還有那個輕軌高架式的延伸三種方案 那經過我們委託專業的綜合性的評估 我們加上各單位的參與 就是評估的總結 就是說這三個方案 我們基於考慮它的興建成本 營運成本 財務指標 基地指標 這兩個關鍵的指標 沒有辦法達到那個就是小一億 沒有辦法達到這個交通部 它訂班大眾捷運系統 往下進行可行性研究的一個關鍵指標 目前是未達到這個提報交目度的門檻 不符計畫提報門檻 前鎮渝港黃線暫停 地方民眾則認為現在不做實在太可惜 前鎮渝港是國內最大遠洋渝港 一年可創造超過300億元經濟價值 若有捷運直通 就能夠創造更大的交通和觀光產值 希望政府能夠把目光放遠 提早規劃不要衝到高鐵南沿岸 延遲未決 交通黑暗期可能會面臨一延再延的窘境 停估沒有過的消息地方都非常的關注 那尤其前鎮渝港一年產值有300多億以上 我想如果能夠有大眾運輸的這個建設 對於高雄對於前鎮渝港對於期間絕對是有很大的幫助 尤其未來前鎮渝港改造為國際觀光的遠洋渝港的時候 我們更需要大眾運輸的建設 讓更多的國內外旅客可以來到前鎮渝港 也能夠搭配著這個大眾運輸 帶動高雄整體的發展 整個渝港的開發已經進到了最高峰 那銜接的就是交通問題 原本的主要原因也是因為交通的不變 所以整個我們這個前鎮渝港才沒有辦法對外的去推廣 帶動觀光 那這一次竟然已經把整個建設做到了 幾乎要硬體設備都做出來了 現在就是交通問題 畢竟都是大型的冷凍車這邊都不適合不適合自行開車進來 所以勢必就是要以捷運來講這個是最好的選擇 等到以後要做那就太晚了 因為帶動的人潮是可想而知的 捷運局說明後續前鎮渝港人會納入整體路網優先的路線 並視社會經濟發展狀況定期檢視 再依審查作業要點接續辦理可行性的研究和綜合規劃等作業 持續推動捷運黃線整體規劃 記者張世民高雄報導